詞曲 李宗盛 大家都認識我唯一比較溫暖的歌手 但我一直跟他們說 溫暖也是一種態度 就是有態度但不缺溫度 我覺得這個是我很想體現的一個精神 因為無時無刻不管你在什麼年齡 我覺得有希望的感覺還是很重要的 所以即使我改變了以前的自己 變成現在的我 我覺得我那顆心還是不變 可以帶給大家一個比較 又溫暖又有力量又有態度的身家 我覺得跟我以往就是可能比較抒情的那種方向會稍微不一樣一點點 因為這一次又有一點電音節奏上面比較重一點點 所以跟我以前的感覺很不一樣 這張川崎其實在寫歌的過程其實是挺快的 因為我從寫或者是概念寫 然後製作錄音等等 其實全部八首歌六個月內全部做完 這是非常非常快的時間 所以也沒有一首特別是非常難寫 但是因為很清楚知道要寫什麼了 可能這是原因 然後我覺得最辛苦的部分其實是在企劃的部分 在整張專輯 就是想說專輯的方向要怎麼做 然後我的每一首歌的方向要怎麼寫 我要怎麼規定 我要設定什麼故事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最難的 然後花了很多時間 但是很開心 因為很清楚的時候寫歌就快很多了 所以整個過程我覺得 在製作方面真的很多時候是溝通 跟製作人溝通 跟音樂人溝通 要怎麼編曲 這個對 錄音的時候這個好像不是很好 就是要做很多抉擇 我覺得這個是最不容易的 對 所以希望大家會多多支持我的這個 偶心立鞋的專輯 真的放了很多心思 希望大家會喜歡 也可以多多支持我是我 就好像我剛才說的 像我是我就是為自己寫的啦 嗯 因為都說我是我了嘛 不可能說別人 哈哈哈 對 所以我覺得 因為在裏面它是說一個 你可以說是突破也好 或者是不想安於之前的一種狀態 也可以說是 嗯 我覺得在現階段 我已經到了這一個 嗯 年齡 這一個 嗯 或者說一個階段 我會覺得說 哦 現在我想表現這樣的自己 而不是像以前 大家對我的印象就是 哇 很溫柔啊 很溫柔啊 然後又很溫柔的那種 就是它是一個很 好像很單面的一種情緒 因為人生本來就是很精彩的 所以我希望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的比較精彩的一面 其實坦白說 我覺得我自己的聲音 是很適合很乾淨的音樂的 對 嗯 但是很乾淨的東西 越簡單的東西越難做 所以那個應該是 下一個最大的挑戰 嗯 我覺得 我周遭 很多人的故事 都可以是靈感 然後加上我覺得年紀也是有關係 累積了很多的 嗯 但是 但是我還是覺得很年輕 我是覺得可能也有 累積一些人生的一些月曆 像你說的 一些經歷 然後都把它 全部融合起來 然後把它這些東西都變成是一種 創作的一個能量 我覺得其實只有這樣也沒有特別說 哦 林兒來了 因為我睡覺的時候夢到一個什麼 然後把它寫出來 其實也沒有 嗯 嗯 接下來 我覺得在看吧 希望可以創作多一點的歌曲 對我覺得因為這一次做了這張新專輯 我是我之後 我覺得 嗯 讓我有 更多一點點的自信在寫歌方面 然後第二方面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意義的詩 因為你可以寫歌 你可以 可能唱出另外一個人的心聲 代表另外一個人的心聲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也 還是蠻想再繼續寫 我其實不太喜歡錄音室的 對我不是很喜歡錄音室 因為錄音室要一直重複 可能唱不好就要重複重複 但是現場只有一遍過一次過 所以它很講究你當下的一種投入跟心情 跟演繹 所以我覺得那種感覺比較刺激吧 哈哈 比較享受啊 從傷心穿過來的溫柔 如果說只能活著一天 曾經與你深深相愛 我已沒有遺憾 我又懷疑 我其實私底下個性比較像男孩子 對比較直接比較率性一點 或者是比較 對我不喜歡拐彎抹角 所以我說話是挺直接的 所以這個是很多人可能不認識我 或者是看到我的外表的時候 他們第一次跟我聊天的時候都會 有點 怎麼你是這樣子的 對對對 一般上 給我收到的一個反應好像都是那樣 我覺得可以多留意 就是現在流行的東西 但是又不要盲 盲目於就是 一直就是 隨波逐流或者跟隨潮流 你覺得這個很好看 就把它全部往身上放 我覺得你要很清楚 自己的個性跟身形 你喜歡什麼什麼顏色 是很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你對自己也要有了解 才能夠穿得時尚 對 所以它是多方面的一個 我覺得你說理解也好啊 或者是嘗試也好啊 其實就是多多嘗試 多多理解自己 對 以我來說 我一般上都穿很簡單 就是我顏色不會太過複雜 然後如果我希望可以比較精彩一點的時候 我就會可能配一些首飾 或者是鞋子我穿亮色一點之類的 就是可能身上只有一個重點 不要太多重點 我覺得就會比較時尚 就是自己做生意的時候 基本上你就必須得放下身段 去可能服務人 或者是跟不同的人溝通 所以我覺得從中 我也學到了很多 對 所以我是覺得 碰到最多就是可能很多 所謂的顧客進來 他們認得我 但是都會裝作不認得 哈哈 哈哈 就是有點不好意思 跟我 其實很想跟我聊天 但是 他們不想讓我知道說 他們其實知道我是誰 所以就比較有趣啦 但是其實我都知道 但我都很樂意跟他們聊天 所以啊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 因為這個是當一名歌手來說的話 你絕對沒有什麼機會去經歷這樣子的一種溝通 因為你不會平白無故地去跟一個陌生人說話 對不對 但是你做生意的時候 你必須得跟不同的人去溝通 我覺得這個是也豐富了我身為一個歌手 非常好的一個部分 你會不會平白無故地去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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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能看 誰能看 qualc RAM 你會不會平白無故地去溝通